啊是吗 听神我是埃冈 真的假的 看 为什么你都没数 怎么说选手塞拉斯虐他 感觉风格了 我觉得真可以 小凯你的塞拉斯很稳 哇兄弟们 昨天比赛巨他妈好看 但是昨天主播几十个小时没睡觉 两天没睡觉 确实有点耽误了昨天的比赛 甄别 甄别消费别人啊 你们甄别消费别人 甄别消费小凯 感谢GAWI的魔法书 感谢老板 甄别消费俊凯 甄别强行消费 人家人挺好的 人家人挺好的 人家那样说可能叫什么来着 出于 就瞎聊 瞎聊天 你们别真当回事 真别真当回事 不要强行去消费别人 好吗 对吧 人情事故 出于人情事故 瞎聊聊天 别真当回事 不要强行消费别人 真别强行消费别人 你这样消费整挺尬的 兄弟们 真别消费 真别消费 这什么东西 点错了 我说实话 那天全明星脑子压力巨大 主要主要我们那边压力太大了 其实我们这边压力大 我压力是最大的 因为没人愿意去打ADC 看了一下对面ID 污兹宝兰 真没人敢去 脑子上面打手都在狂抖 主要我们那天 我跟你讲 我们那天那个阵容太厉害了 我们BP做得好 你知道吧 其实那个BP做好了 你看看你看我们实力差距这么大 BP做好了还是能赢 我们下路BP做得好 我们故意放的猫咪 对吧 我们为什么要搬那些奇奇怪怪的 什么路路猎拉塔 但是我们为什么放猫咪 是因为我们想到了他们会选猫咪 那天打得太认真了 打得勾搬有点认真 人家下路挺娱乐的 我们下路继续认真 双K合体 那肯定要认真啊 我操 你知道 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认真吗 其实打完挺后悔的 因为毕竟是表演赛 打完真挺后悔的 你们不知道我后悔的理后悔的理由是什么 也不是理由 我后悔的原因是什么 哎 就表演赛 他妈弄得太认真的 然后主要好久没跟乌兹打过了 认真打过了 有可能是人生最后一次跟乌兹作为对手 老子把表演赛当成冒泡赛在打 前有烧粉把冒泡赛当得杯打 后有刚才把表演赛当冒泡赛 老子巨认真 哎 真别乱刷什么王俊凯也是爱高 真别乱刷 感谢这是哪一位的火锅 对吧 我们人情世故聊聊天 那你们也当真 真别真别真别瞎搞 真别瞎传 就有的东西真别瞎传 你知道吗 不传谣不信谣 先从不传谣开始 真别瞎传 你哥怕乱传 传着传着 我不好 没有你知道吧 不是打游戏之前那个聊天光吗 我们在那瞎聊天你知道吧 你开英雄联盟的时候 不是自定义有那个聊天光吗 我们瞎聊天啊 都在里面瞎聊天 那很正常 聊着聊着人情世故咯 你尊心咯 不过有一说一别的咱们不说 王俊凯是真宠 他是真的有点种 就本来我觉得 我知道他很种 因为之前我看他玩过 你知道吧 我之前看 看小凯玩过英雄联盟 我知道他很种 但是我没想到他那么种 就多了不敢说 再狂一点不敢说 明星里面 中单位置 绝对 第一 对吧 明星里面中单 绝对第一 凭他的天赋 打职业 感觉 成绩绝对有 那中单肯定最厉害啊 打野肯定是杰伦哥 真没垂 真没垂 他真挺厉害的 我说实话 你们可能会觉得 有点催 你看过比赛的人 你都不会觉得催的 他玩的是真的有东西的 真的会玩的 就说句实话 绝对有大师以上的水平 就峡谷之巅 感觉都有大师的水平 爱欧尼亚不说了 对吧 我们说说 对吧 爱欧尼亚最少宗师王者了 我跟你说 最少大师好吧 我们不管哪个区域 最少大师的水平 肯定是有的 人家肯定没什么 没那么多时间 像我一样 对吧 像我们一样 天天打游戏 人家时间很少的 天赋摆在那里的 主播今天只吹流 因为 暴说 人家里总呐 会订阅 他们梧 都没什么 就很难 就会 我�人家里 有 Ț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